这是成吉思汗最无能的孙子 却因为有个好身份 最终成为蒙古帝国第三位大汗 登基大典上 所有人都对他万分不服 要说能力 大家最佩服的还是忽必烈 可惜忽必烈为了稳定大局 根本没有争夺汗味的想法 只是吉利邦刚上任的贵游说好话 然而西班还是不服 在他看来 贵游就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 现在就算成为大汗 也是名不服食 当着贵游的面 他便出言挑衅 我是酒喝多了 但是我脑子清醒 那也比自以为是的昏君强多了 贵游最不爱听的 就是别人说自己靠拼爹和运气上位 这还是登基第一天 西班就敢如此放肆 他决定给对方一个教训 当场和人扭打在一起 最终贵游不仅没能教训西班 自己反而挨了好几拳 他怒不可遏 要当场将人处决 大飞却一劝再劝 西班的亲哥哥便是骁勇善战的拔都 他与拔都的关系向来不好 若是真杀了他弟弟 对方一定会起兵造反 眼下贵游的含位还没坐稳 经不起这样的冲击 不能杀他 大家不能这么做 贵游将西班投进大牢 忽必烈担心事态恶化 劝他去服个软 西班却依旧有恃无恐 他就不信 有哥哥在背后撑腰 贵游那个草包真能杀了他 他敢杀我 我大哥就不会放过他 此时的贵游正在借酒浇愁 越是喝酒 心中越是愤懑不平 最终他不顾忽必烈的阻拦 下旨处决西班 维护自己这个大寒的脸面 等到第二天酒醒之后 贵游被自己的决定下了满头冷汗 大汗 照您的命令 囚犯全部处死 什么命令 您昨晚下令将西班一行人 全部处死 这是他的手机 宿罪的贵游 已经将昨天的事 忘得一干二净 万没想到 自己会闯下如此大祸 西班一死 他的寒味也难保了 正在绝望之际 孤必烈突然求见 请大汗降罪 昨天 我私自放了一个人 谁啊 西班 大汗 我用死丘把人给换了 你说什么 西班没死 还活着 我已经把他五花大网 绑在门外 听候您的发露 这对贵游来说 绝对是个意外之喜 哪里还有心情定罪 连忙让人将西班放走 赶得远远的 大汗 以后酒啊 还是要少喝 谢谢您 可可不得了 下雨现归 感谢您 下雨 Ac 感谢观看